第一个我们是插入一个产品名称区域 然后并且把这边全部全部变成那个 就是不要跨栏置中取消一下 然后全部置中 另外有一点好像这边全部都是A02 A03 所以干脆怎样把这个改一下 有2有这个把它改1好了 不然的话这边对照起来感觉好像没有北区的 然后4也没有 所以这边2好像太多 所以我干脆随便找这个把它改成4算 这样的话分布会比较平均一点点 把这边 OK 然后就有1有3有2有4 那如果说我要查怎么查 当然如果你不会那个V函数的话 以前就是T01 然后就Ctrl C 然后Ctrl V 对 然后T02 Ctrl C Ctrl V 如果你这样做事情的话 如果你老板看到应该会觉得 很希望让你明天不要来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会学会对的方法 第一个 插入函数 使用简直与参照里面的那个V函数 OK 这个好像我们之前大一应该有学过 而且非常重要 第二个的话 他会问你四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你要看得懂 不过因为Excel是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他前面并没有翻译成中文 也就是如果你看到你要自己懂得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第一个问题是说 LucaValue 意思是说你要查什么资料 你要查什么 你要查编号 所以你刚才 我要查编号 第二个问题是说 Table Table指的是表格 Array指的是范围 那意思是说 你那个表格范围在哪里 指的就是这个范围 那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帮你Luca 把你的T01 去比对一下这个表格里面的第一栏 比如这个表格里面 总共有第一栏是这个 第二栏是这个 编号是一栏 然后那个第二栏是名称 他会比这个 所以他帮你比完之后 把旁边的资料调过来 那旁边资料的话 因为这边有两栏 他会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 你要我帮你把第几栏的资料调过来 那因为只有两栏 所以这边输入2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Range Luca 意思是说 如果T001 是不是要找一模一样的 如果4请你输入0 0的话是要一样的 但是如果未来你要查T001 结果里面刚好没有 那它会出现没有找不到 所以如果说假如 以后你要找接近的 而不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你Range Luca 你可以输入1就可以了 不过目前大概都是输入0为主 少部分状况是 如果你找不到 找接近的话 就输入1 OK 那我们分别把那个 找第二栏 找的方式要完全一样 就是T001 这个时候它会给你结果 所以你不用急着按确定 你可以看一下T001 是不是最后带回来 是大哥大手机 没错 按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你做完之后 再来呢 你其实可以点两下 它应该会全部完成 不过这个时候 点两下会不会成功呢 有些成功了 但有些失败了 为什么成功 为什么失败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将来这个范围 我们查询的范围 这边呢 这个范围呢 应该会是在哪里呢 I2到I2一直到J4 这个范围 但是呢 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它有一个规则 就是说 它如果遇到那个B2 这个2的部分 向下它会自动帮你加1 也就是B2变成B3 B2变B3没错啊 但是问题来了 Table Array这个地方 它I2会变成I3 J4会变成J5 所以记得 这个范围不能够变动 那如果你要让它不变动的话 记得哦 在做完公司之后 请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按F4 F4呢 会多什么呢 就是会在前面加钱的符号 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关键就是在 2跟4的前面 加上这个Dollar的符号 当然你不用F4也可以 你也可以自己怎么样 自己自己输入那个钱的符号 在哪里输入呢 在4跟那个2的前面 比如说我刚刚如果不按那个F4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你也可以怎么样 你也可以在这个2跟4的前面 输入那个钱的符号 这样也OK 也就是说向下填满不要变动 不过我之前 之前也讲过 之前好像遇到跟同学讲完之后 发现好像选的时候 按F4好像比较简单 因为同学好像比较习惯 因为这样的选F4 这样比较好记 而且比较不容易做错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往下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刚刚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刚刚没有锁 I3 I3变J5了 有没有 I4 J6 意思就是只要向下拉 它就会加1 但是加了钱之后 会不会 加1不会 所以向下拉 放开 这样就OK了 所以我刚刚是这样向下拉也可以 或者另外的方法比较快 点两下 这样会比较快 区域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区域的道理一样 插入函数 一样用什么呢 V函数 然后呢 找这个码 去哪边找 去这边找 然后找第几栏 找第二栏 输入0就好了 好 这边把它选起来 F4 好 确定向下填满 就大功告成了 OK 其实如果你做得顺的话 非常快 好了 事情可以交倦了 交差了 那你会发现 老板应该会对你刮目相当 你怎么找资料这么快 可是你也不能让他知道你太快 不然的话 他会一直找你 你帮我找这个 帮我找那个 一直给你事情做 最后当然 如果你要让这个表格 看漂亮一点的话 因为有的好像有线 有的没画线 干脆你全部怎么样 选起来 把它的那个 线条 有没有 框线 把它改成全部都有 那个红线算了 不然的话 看起来好像有的 有的没有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一 颜色改成红色 二的话呢 就是 选颜色嘛 外框内框 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全部都OK了 这样就比较漂亮了 基本上如果你够专业的话 其实做几次啊 也我觉得也很有成就感 OK 另外的话呢 做几次来 人家也会相对应的尊重你 不然的话你什么都不会 每天都想要骂你 对不对 好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对 那个 其实也好要改 对